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播到非洲和加勒比地区 传统上 苦瓜有助于治疗许多健康问题 最近它作为抗疼尿病的天然药物而受到欢迎 它也是某些亚洲美食的主食 通过其独特的口味增加了当地美食的独特风味 最近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的拉特纳雷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在使用小鼠模型的实验中 苦瓜提取物似乎可以有效地预防癌症肿瘤的生长和扩散 研究人员在一份研究论文中报告了他们的发现 该论文现在刊登在细胞通讯与信号杂志上 古老的疗法的新探索 抗癌 雷教授在印度长大 因此 他不仅对苦瓜的烹饪品质有所了解 而且 对所谓的药用特性也很熟悉 这使他对这种植物是否也具有使其成为抗癌治疗有效辅助物的特性感到好奇 他和他的同事决定在通过各种类型的癌细胞上使用苦瓜提取物 对该实验进行初步测试 苦瓜提取物抑制癌细胞功能显著 实验测试表明 提取物阻止了这些细胞的复制 这表明它可能在预防癌症扩散方面有效 在使用小鼠模型的进一步实验中 研究人员发现植物提取物能够减少蛇癌的发生 因此 在他们的新研究中 雷教授及其团队试图找出可能使苦瓜化合物 对付癌细胞的优势 这次他们使用小鼠模型研究了苦瓜提取物 与口腔癌和舌癌相互作用的机制 他们发现提取物与葡萄糖和脂肪 在体内传播的分子相互作用 这些葡萄糖与脂肪在某些情况下会滋养癌细胞 并使它们茁壮成长 通过干扰这些图景 苦瓜提取物基本上阻止了癌症肿瘤的生长 甚至导致某些癌细胞的死亡 雷教授说 我们进行的所有动物模型研究 都给我们类似的结果 肿瘤生长减少了约50% 未来进行人类临床试验 尚不清楚 苦瓜是否会对人类产生相同的作用 但雷教授及其同事解释说 展望未来 这是他们的目标 他说 我们的下一步 是在癌症患者中 进行一项试验研究 以了解苦瓜是否具有临床益处 并且是当前治疗方法中 有希望的另一种治疗方法 雷教授似乎深信 该植物至少对个人健康 极具有积极作用 他说 有些人每天要吃一个苹果 我每天要吃一个苦瓜 我喜欢这种口味 植物开发是未来趋势 天然产物在发现和开发 用于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 各种治病疾病的众多药物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将天然产物用作预防药物 变得越来越重要 拉特纳雷教授说 说到苦瓜 炎炎夏日之际 许多人都比较喜欢吃苦瓜 认为苦瓜为夏季的最佳盛品 究竟这苦瓜的功效与作用 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受大家欢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苦瓜具有清热消暑 阳血益气 补肾健脾 滋干明目的功效 对治疗力疾 创肿 中暑发热 肺子过多 结膜炎等病 有一定的功效 2. 苦瓜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及多种微量元素 苦瓜片中 维生素C的含量 是甘菊的两倍多 是天然的美容剂 经常使用 能增强肌体免疫力 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使肌肤细腻光滑 有弹性 3. 苦瓜的维生素C含量很高 具有预防坏血病 保护细胞膜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提高机体应激能力 保护心脏等作用 4. 苦瓜蛋白质成分 及大量维生素C 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使免疫细胞 具有杀灭癌细胞的作用 苦瓜汁含有某种蛋白成分 能加强俱适能力 临床上对淋巴肉瘤 和白血病有效 从苦瓜子中提炼出的 胰蛋白酶抑制剂 可以抑制癌细胞 所分泌出来的蛋白酶 阻止恶性肿瘤生长 5. 苦瓜中的苦瓜素 被誉为脂肪杀手 能使摄取脂肪的多糖减少 具有很好的减肥消脂的功效 那么苦瓜该怎么做呢 下面教给大家一种苦瓜的做法 苦瓜鸡丝汤 原料 苦瓜50克 鸡脯肉75克 调料 葱花 姜丝 精盐 料酒 水淀粉 味精 清汤 色拉油 各适料 做法 1. 苦瓜洗净 抛开去瘤 切成条 入沸水中超烫一下 捞入冷水中过凉 沥水待用 鸡脯肉洗净切成丝 加入精盐 料酒 水淀粉 拌匀待用 2. 锅上火 倒入油烧热 投入姜丝呛锅 添加适量清汤烧沸 放入鸡肉丝 略微煮至肉丝变白 再放入苦瓜煮至断生 加入精盐 味精调味 出锅装汤碗 撒上葱花集成 此菜肴 具抗癌抗感染作用 并能改善体能 作为家常菜的同时 也适用于癌症患者食用 有利于疾病康复 苦瓜炒蛋 原料 苦瓜300克 鸡蛋三个 调料 盐适量 做法 苦瓜续合切薄片 加盐少许揉擦 腌15分钟 然后放入沸水中 略超一下 鸡蛋三个 搅打均匀 加盐少许 锅中放油 先下苦瓜略炒 然后倒入鸡蛋液 两面煎熟即可 此菜具有清热解毒 增进食欲 助消化的作用 凉拌苦瓜 原料 苦瓜500克 调料 熟植物油9克 酱油10克 豆瓣酱20克 精盐2克 辣椒丝25克 蒜泥5克 做法 1- 将苦瓜一抛两半 去让洗净后 切一厘米宽的条 在沸水中超烫一下 放入凉开水中 浸凉捞出 控干水分 2- 将苦瓜条 加辣椒丝和精盐后 控出水分 然后放凉开水中 浸凉捞出 放入酱油 豆瓣酱 蒜泥和熟油 搅拌即可 小诀窍 苦瓜已选绿色的 白色的老 且苦 此菜具有清热去腥火 解毒明目 补气易经 只可消暑 制庸的作用 苦瓜的食用方法 1- 不要一次吃得过多 2- 苦瓜煮水擦洗皮肤 可清热止氧去肺 3- 苦瓜鸡蛋同时 能保护骨骼 牙齿及血管 使铁质吸收得更好 有净胃的功效 能治疗胃气痛 眼痛 感冒 伤寒 和小儿腹泻呕吐等 4- 苦瓜虽苦 但与其他食材搭配时 并不会将苦味 渗入别的材料中 被人们称为 金子菜 在夏天 我们可以多吃苦瓜 苦瓜可以治疗人体中暑 和中暑引起的发热 在通常的处理中 新鲜的苦瓜 可以从中间切开 去掉果肉 然后装满茶叶 然后将苦瓜连接在一起 在通风的地方阴干 阴干后捣碎 每次取两到三钱 直接用废水冲泡 然后代茶饮用即可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